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莎夫经常偷偷关照贾爷 并把贾爷的照片做成了广告牌 贾爷因为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 上门行事问罪 两人不打不相识 凯莎夫准备向贾爷当众表白 恼羞成怒的贾爷对凯莎夫恶语相向 使得凯莎夫十分受伤 他表示今后不会再去找贾爷 而贾爷被凯莎夫的一番表白弄得小鹿乱撞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对凯莎夫产生了好感 于是主动到自行车店去找凯莎夫 两人互相释怀 很快陷入了热恋 凯莎夫为自己的爱情 给贾爷做了假的手指 成功地骗过了父亲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深夜天还没亮 凯莎夫和贾爷被剧烈地敲打声吵醒 外面已经站满了村里的妇女 她们号称妇女联合会 实则是结伴上厕所 一时间 贾爷如遭雷击 她万万没想到 凯莎夫家里竟然没有厕所 这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她来说 犹如一个噩耗 贾爷从小接受新式教育 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厕所 而村里妇女们却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是对传统的大不敬 开始渐渐疏远起贾爷 贾爷要求丈夫凯莎夫在家里建厕所 凯莎夫的父亲勃然大怒 认为儿媳这是极度不尊重传统的文化 为此 还选择了绝食 凯莎夫和贾爷因为厕所问题 感情也是出现了裂痕 凯莎夫只好想想别的办法 比如去行动不便的老奶的家蹭厕所 爬上临时靠站的火车 在火车上的洗手间上厕所 这天 贾爷像往常一样在火车上借用厕所 可是厕所的门除了故障被锁死 贾爷困在厕所里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眼看着火车就要开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来 贾爷再也难以忍受心理的委屈 一走了之 电话里 他表示自己不会再回来 凯莎夫的父亲在草垛里发现了贾爷佩戴的假手指 对这个儿媳更加厌恶 为了能够哄妻子回家 凯莎夫深夜和弟弟去去祖头便携式公共厕所 结果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 凯莎夫和贾爷对媒体曝光了厕所问题 对世俗宣战 村子里1700年都没人离婚 两人正好利用这点 因为没有厕所闹离婚 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厕所革命愈演愈烈 一直闹到了部长会议上 高官们在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 妇女们也终于觉醒 纷纷起意 要求平等的权利 最终法院驳回了两人的离婚申请 判决可以在村庄修建厕所 厕所革命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凯莎夫的父亲也最终释怀 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篇根据印度真人事件改变 很好地反映了印度的社会现实 单身的男童这么注意了 要想娶到老婆 别忘了建一个厕所哦 下期再见 摸摸哒